蔣萬安用丹田之力直接喊出政策牛肉 但臺下十八歲年輕人一片靜默 連勝文帶走蔣萬安出席霹靂舞大賽 臺下幾乎是手頭足 要打盡年輕人群眾不是穿的休閒就夠 入境隨俗考驗蔣萬安親和力 被連勝文這麼一拱蔣萬安是放不開 還是沒準備 立刻認住先不要 Freestyle是年輕人共通語言 問問蔣萬安這麼努力打進來買不買單 你看你知道他要選台北市長嗎 不知道 那他要選台北市長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蔣萬安是誰 有聽過 有聽過 但你知道他要選今年的台北市長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誰 沒關係說因為促進什麼活動 就直接投給他 年輕人普遍不認識蔣萬安 似乎透露出他在年輕族群的選票危機 最新民調也證實蔣萬安得再加把勁 若臺北市沙喀都局面 蔣萬安依舊領先陳時中和黃珊珊 但從年齡層來看 二十到三十九歲年輕族群中 比黃珊珊年輕將近十歲的蔣萬安 支持度全都落後 得不到年輕人認同蔣萬安沒多做回應 畢竟要煩惱的還有這個 柯文哲接班人黃珊珊一個早上就狂跑三個行程 主打鎮雞排 在疫情當下更當起類指揮官搶進風頭 而民進黨可能對手陳時中 同樣也是靠著指揮官職務 站進媒體版面 蔣萬安欠缺防疫舞台 似乎暗藏邊緣化危機 過往都是母雞帶小雞 現在卻得讓新人賣力幫蔣萬安再三介紹 蔣萬安親全力走基層 要搶攻中間選民和年輕票 更主動拋出兩岸議題 前一天拋出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如果要繼續辦 前提是中國對台釋出善意 但現階段共機擾台幾乎天天上演 難不成蔣萬安一喊 共機就不來 我們希望能夠在善意的狀況之下 能夠有實質的交流 中正紀念堂 轉新到雙城論壇三前提 蔣萬安只拋出議題 卻不見實質做法 恐怕只流於選舉口號 三人選 許先 周凱文視小組 台北報導